今天阿澤爾就算真的是口誤 但事實上我覺得那個可能性很低 因為他也是見過四面的人 他依然不是第一天做部長 來到臺灣 你怎麼可能會稱呼習主席 所以的確 那個你光聽那個聲音 聽起來是有點像習的那個音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要做 開記者會做如此嚴厲的指控 是不是有多更進一步的查證會比較好 因為其實AIT的文字稿 很快就出來 來 觀眾朋友看一下 AIT的文字稿 大家看第一行就好了 他上面寫Thank you for President Tsai 然後後面還刮糊TS-EYE 他就是怕 對 怕你不會發音 就像我們寫注音一樣 Tsai 但是可能因為就如同剛剛邵廷雄講 其實我後來有問了 住在美國的朋友 他說的確英語系國家的人 他那個TSAI那個 Tsai 他們常常會把T那個聲音 把它省略掉 那個S的音他發不出來 所以他只單獨只發S那個音 的確很常見 所以這個你在 大概在英語系國家住過的人 可能應該基本上都有這個理解 那我是不曉得今天國民黨開記者會 這些人到底有沒有住過英語系國家 可是我覺得你今天就算你第一時間 聽起來很像習 你想要開記者會 我覺得也ok 可是多一步的查證 你不是說自己建設嘛 你結果你現在變成說 開了記者會 然後人家AIT發的文字稿就告訴你 上面就是寫菜 不會寫習 那現場其實照總統府的規格 接見重要外賓 現場直播之外 他大概一接見完 那個文字稿就出來了 那個其實一點都不難查證 所以不要聽到這個英文有S 有T或X開頭的音 就直接就聯想到習 習近平沒有錯 中國是個大國 習近平是個大國主義 但是沒有大到全世界都姓習 好不好 拜託一下 稍微多查證一下 其實一點都不難 就不會丟這種臉 我覺得他們的心態非常可異 就是說今天這個如同剛剛少廷兄講的 有美國的這個一九七九年以來 層級最高的部長來到臺灣 其實臺灣不管藍的綠的 你哪個意識形態的政黨 大概基本上就覺得很高興 因為臺灣等於是提升 增加我們的國際的知名度 那只有哪一種人會不高興 中國不高興 中國一定不高興 那你如果在中國不高興 你就不要怪別人說 你跟中國是同路人 不要怪別人 給你扣上紅色的帽子 鳳老師要不說 當我們昨天看到了這個 阿扎爾部長搭乘美國空軍二號 他這個飛機是美國副總統的專機 所以僅次於美國空軍二號 為什麼說他飛機上有保密的通信設備 因為他可以隨時跟華盛頓還有甚至跟美軍的基地進行直接的聯絡 所以這個飛機不是一般的行政專機 那我們看到飛機的以尾翼有美國的國旗 那我認為大部分臺灣民眾都覺得非常的高興 也都歡迎除了藍天行動聯盟 在門口抗議之外 那藍天行動聯盟 我也大家都知道他的背景是什麼 那跟國民黨關係很密切 那我們看到國民黨對於這次阿扎爾來臺灣 反問 表面上都說歡迎 可是不斷地提出各種質疑 他們說我們歡迎他來 可是 可是為什麼小民不能回來 可是為什麼兩套標準 可是為什麼只對美國人特別好 可是馬英九就講了為什麼陸森不能回來 他說這個太不應該了 所以國民黨太不像話了 就是說國民黨他的內心裡面 其實是不歡迎阿扎爾的 因為他覺得阿扎爾來了 給民進黨好像一個很大的一個面子 給蔡英文站台 所以他內心 可是他因為知道主流民意都是歡迎的 他也不好說歡迎 他只是說不認得找這個小缺失 現在要找到了 你國民黨你既然不歡迎阿扎爾 你就說我討厭阿扎爾 我不想當美國的棋子 這也是你的立場 可是你現在就這一副 好像我很關心臺灣 我們要跟美國抗議 怎麼樣怎麼樣 你內心已經很清楚了 不用在那邊遮掩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 臺灣民眾其實對於這次 所以他們一直講親美 其實是假的 是假的 對 其實他真正關心的是那些小民 那些陸森可不可以回臺 就像他們對生習 甚至生習人來 他們說怎麼可以讓日本來 日本疫情這麼嚴重 我們這樣防疫會破口 怎麼樣怎麼樣 生習人來人家是喜慎的病患 臺灣其實從上次總統大選 到今年的一月十一號大選 蔡英文能達到八百七萬票 我覺得已經證明臺灣就是一個親美 應該說親美 這個友誼反中的國家 我想再講一個親美 友誼反中 特別是反中 這是共識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一直不願意承認 這一點 還在這個阿札爾 還在這個質疑這個日本 這次的訪問團 然後還在專注於小民 跟這個陸森 我覺得國民黨繼續堅持下去吧 我覺得我今天說他真的很像神風特攻隊 就往死裡鑽 當這麼多人看到了美國的這個空軍二號 跟日本的這個鑽機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畫面 為什麼很多人感動 我認為馬英雄一定看得很討厭 我不想看 但是他就出現了 而且大家都覺得 那是一個好的畫面 那我只能說國民黨 你越來越來越 只能夠跟藍天行動聯盟對話 那這對國民黨未來來講 絕對不是一條正路 叫做國民族 那這long